根据气象局观测资料的显示 7月10号今天最高温前5名都超过了38度 玉里中午1点有39.1度都非常的炎热 佐西中正部落一处农地 2点左右发生了火警 佐西派出所两位园警正好执行巡逻情务 发现部落上方串起浓浓的白烟才看到火势 马上通报玉里的消防队 不到20分钟火势扑灭 没有酿成灾害 起火的原因还有待调查 佐西上串起红红火源 一旁就是电线看起来相当可怕 这里是佐西乡中正部落一处林顶 原本是一大片的杂草下午突然起火 好在佐西派出所两位园警执行巡逻情务时 发现部落上方串起了浓浓白烟 马上到现场查看发现不妙 立刻通报消防队不到20分钟火势扑灭 没有酿成灾害 我们正好在执行巡逻的情务 我们后来看见有烟烧起来 我们就赶往现场 结果因为今天的风势大 助长它一下烧了大概将近两分地 火势还蛮猛烈的 现场都没有人 那我们及时通知消防队 他们就现在派人过来这边 在做灭火的动作 周边的居民 他们说早上有人在那边烧火 但是 对 然后他有看到他用水焦 但是可能没有完全焦起 因为今天天气热 然后又加上风势助长 所以火势突然之间变得很大 根据市场局观测资料显示 7月10号星期五最高温 前五名都超过了38度 一里中午1点 有39.1度非常炎热 部落居民也都不出门 听到消防车马上上前围观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很大火 我们当上去的时候还没有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几分钟就大火了 地主刚好不在 回到部落才发现发生了火警 地主说早上是有来浇水 根本不晓得为何发生大火 消防队表示没有下雨 山上的林地干燥 火苗随风四处飘散 原本担忧火势不好控制 还有附近没有出户以及农作 才没有量成灾害 其果原因还有待调查 记者高双双 卓西